大家好,很多朋友在煮大虾的时候都是直接加水 直接加水煮就错了 加水煮出来的虾肉不鲜嫩而且特别的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虾肉鲜嫩入口即化的做法 我们先把大虾处理一下 首先把虾的胡子剪下来,然后把虾脚剪下来 因为虾脚不容易清洗干净,所以我们要把虾脚剪掉 然后把虾脚顶部的虾腔剪掉 虾腔剪完之后会有一个黑色凸起来的沙包 这就是虾胃和虾肠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重金属残留,所以要用牙签把它挑出来 然后用牙签在虾的第二个关节处把虾线取出来 这样就能很轻松的把整个虾线取出来了 全部处理好之后再倒入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空干水分,放入大碗里面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生物盐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因为商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可能添加了孔雀实虑 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将它切成薄片 因为虾的寒气比较重,所以生姜要多加一点 再留一把香葱,把它切成长段 再把切好的姜片平铺在锅里面 锅里面不需要放油,冲料也加进来 再把大虾倒进来 将汤碗整理平整 将汤碗里面加入半瓶低度啤酒 啤酒有去腥增强的作用 这里切记不要加水 要不要加高度白酒 然后盖上盖子,开中小火煮五分钟 再这么一把大蒜 先切点片,再倒入蒜末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下面我们准备适量的小米辣 把它切成小米辣圈 再用一把小葱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放到碗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芝麻 一小勺生母盐 再淋上刚烧开的热油爆香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提鲜 将汤粉搅拌均匀 现在灌火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这里切记不要煮得太久 不然口感就不鲜嫩了 煮好以后用筷子把它夹出来 然后装入盘中 以后煮下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煮了 按照我这样做 既简单又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虾鲜嫩爽滑 而且不腥也不柴 蘸上一点料汁 越嚼越香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